今集想跟大家分享英文單字很重要的響音 其實我們會分成兩個類別 一個叫做short vials 另一個叫做long vials 響音在英文單字非常重要 亦都構成單字裡面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我們先由short vials開始 就是AEIOU這些字母 分別的音就會讀作 儘量你要記住我們的發音要比較短 而我們有一些長的響音 即是long vials 我們分別是AEIOU 你就會幻想自己好像跟剛才 會好像雙倍了 會長一倍 即是兩拍 例如A就會讀A HATE E就會是E HEAT I就會是I HIDE 到O我們就會是O HOME 以及U就發出原本的音 U 例如就是HUGE 所以下次如果你帶小朋友去動物園的時候 小朋友看到那裡有一隻羊 我們就應該讀SHEAP 因為它是一個長音 來的SHEAP 那就不要讀了SHIP 因為SHIP就是船 所以短音和長音是非常之重要的 希望今集可以幫你去分清楚 short vials和long vials的分別